优秀的一位女士 温温而雅的 那我们差不多开始了 常老师 好吧 常先生 那这样传译我们是先照照相再开始 先照相吧 请方便打开摄像头的 同学和老师都打开一下摄像头 我们跟常老师一起合个影 对 请大家尽快打开我们合个影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蔡云 蔡云你那个截一下图 蔡云 好的老师 喊个一二三截个图 蔡云你喊一二三 好 一二三 好的 好 截好了吗 我看到研究生涯的姚飞老师在这 我大致看一眼 我看到姚飞了 一亮相就看出谁来了 还有可能很多人 二百多人现在 所以好像雷环老师规划处的 那个常老师 你看许多人 我们清华那管理干部都上来了 就是这个二百多人我就不扫屏了 我们就开始在事后再说 后面会 常老师您看看 我们您讲 用一个小时左右 讲一下一个小时或一个半时 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给大家提提问 这样大家可能更深入一些 您看这样好不好 可以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 今天呢 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有幸邀请到了 这个加州大学的 常同山先生 给大家还是要念一下 按中国的习惯念一下 咱简历的 常先生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博士 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院校研究 与学术规划主任 加州大学系统学术委员会招生与学校关系 教育政策等分委员会顾问 兼任加州大学波克里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合作创建了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就读经历 调研国际联盟 兼任国内多所高校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院校研究 大学决策 学习成果评估 就读经历调研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等等 这是常先生的简单的履历 他在院校研究上是顶顶大名的 这是如蓝贯儿 我们的研究 清华大学研究教育研究中心 起源于2007年 也是在研究教育方面 是依托于教育研究院 与清华研究院合作 联系公共管理学院计算机系成立的 所以我是中心主任刘慧琴 那么也是全国研究生教育学专业 联会的主任委员 那么中心的副主任王传义 刚才也介绍了一下 长期从事于研究教育的研究 为国家各方面政策 也做到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简单介绍就到这 下面我们有请常先生 为大家做美国高校学位管理 与质量保障机制 这方面的报告 有请常先生来 非常感谢刘老师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王老师邀请 并安排今天的交流活动 现在现场有200多人参加 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抽空参加我们的交流活动 非常荣幸有这次机会 来参加清华大学聚拜的活动 那么下面呢 让我分享一下我的PPT 很好PPT看到了 那么今天我交流的题目呢 是美国高校学位管理 与质量保障机制 那么我讲的过程中呢 主要以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做法为例 所以在交流完以后呢 会留一些时间 与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些问题 那么我交流的内容呢 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介绍一下美国高校 新学位的设置管理 包括申请 论证 审批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第二部分呢 主要介绍一下 美国大学 他通过认证机构 和学校内部的专业审核 来保障 学位质量的评价机制 那么第三部分呢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 case study 爱立分析 因为学位包括很多类型 那么它的质量保障 机制其实也是很复杂 那么我呢 主要以波士生的 这么一个培养为例 来介绍一下波士生的 这么一个质量评定 以及论写作指导 这么一个华语机制 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我讲 三个方面的内容之前呢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美国高校 与学位相关的一些术语 那么我想进行参加 我们会议的老师同学 可能对这些术语都比较熟悉 那么后面呢 我在讲的过程中 可能会多次运到 所以呢 我想把这几个翻译的内容 简单给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个术语 就是学位项目 是英语呢 最常用的 叫Academic Program 那么有的学校 它也用Degree Program 那么这个呢 学位项目呢 它类似于咱们国内的学科 但是它又更加细化 它可能一个项目呢 包括不同的Degree 那么第二个呢 我会讲Degree 英语叫Major 在美国呢 它是没有 就是完全统一的 这么一个分类标准 不像咱们国内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么最常用的 就是关于Program 方面的一个分类呢 就是CIP 可能今天参加会的老师 同学也都熟悉 这个分类 但是呢 这个分类呢 实际上在学校的 学位管理中 它使用的是很少 它更多的呢 是用于学校 对一些学位 或者项目的分析啊 等等方面 它更多 那么学校里面 在学位管理方面 它更多的是 用Major 专业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提一下 之前也有老师 问我 说美国的高校 有没有类似于 咱们国内的 学位管理办公室 好像在网上是找不到的 那么实际上它是有的 它不过不叫这个 Degree Program 什么之类的 Office 它叫 Academic Program 那么美国的高校 基本上所有的高校 都会有一个 副教务长 他负责 Academic Programs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类似于 咱们国内的 学位管理办公室 学位管理办公室 所以今天参加我们 教育的老师同学 如果你对美国的 学位管理感兴趣 你可以用Academic Program 这个关系词呢 来查看 来查看 那么下面呢 第二个就是 Major 专业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它呢 就是我们的学习 和研究的领域 它可能是某一个 学科的一部分 但是它必须要有 独立的课程体系 那么从这个 教学的教度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说是 独立的课程体系 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么专业 就是Major 这个呢 是由学校自己来确定 它的名称呢 是由学校自己来确定 所以在美国的高校 你是很难找到 一个同意的 这么一个 在对某一个专业来说 找到一个 完全一致的名称 即被是在加州大学 在加州大学的 十所分校 它的专业名称呢 相同的 或者相似的专业 它的名称呢 可能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那么我现在展示了 就是在我们的数据系统之中 这是我昨天呢 从我们的数据系统 调出来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比较 那么这个展示了 CIP分类 我只取了两个 CIP的这个类型 一个呢 是教育管理 还有这个指导 那么另外呢 是教育 领导艺术 与管理 这是在CIP里面呢 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 就是说是CIP的这个分类 那么同时呢 我要看了一下 它包括哪一些专业 那么在加州大学 这两个分类 它总共呢 包括八个专业 那么这八个专业呢 大家可以看 其实是很相似的 是很相似的 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分校 那么它可能呢 用同一个CIP的分类 但是它的专业名称呢 不一定白群一致 就如刚才提到 在美国的高校呢 它实际上是 没有同意的 全美同意的 专业名称 甚至是这个 学科的分类标准 这个和咱们观念呢 可能是不白群一致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专业方向 专业方向 那么就是在同一个 major专业里面呢 可能它的方向 也不白群一致 不白群一致 这个大家应该是 都是比较熟悉的 那么除此以外 它有一个副专业 minor 那么这个副专业呢 其实它是对 所有的学位 它都可能有这么一个 副专业 但是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专业 它的要求可能不一样 包括学士学位 包括硕士学位 包括博士学位 那么它可能都会 不同程度的要求 在除了你的专业以外的领域 来集中学习 塞到五门 或者六门课程 形成一个副专业 形成一个副专业 那么现在我展示的 就是我的这个 博士学位 那么博士学位呢 我是教育博士 所以在我的这个学位 证上 它是 Doctor of Education 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么我的专业 我的major 它是Educational Leadership 这个在我的学位 证上它也标明 但是我的专业方向 它在学位证上 是没有的 我的专业方向 是高等教育管理 那么我的副专业呢 是统计学 那么专业方向 和副专业 在学位证上 它是都不会展示 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 都是相似的 类似的 就在美国高校 都是相同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证书项目 那么证书项目呢 比如说教室资格证 或者是在 计算机领域的 数据库开发资格证 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这样想把这些术语 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因为我是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加州大学的一个 整体的组织结构 那么大家现在开到的是 三个机构 一个是理事会 或者我们有时候 也叫董事会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校长 那么校长呢 就负责大家知道 学校的行政方面的 整体的用心 那么另外一个组织机构呢 就是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 这三个方面 当然理事会呢 是大学治理体制 最高级别的 也就是最具有这个 权力的机构 那么下面有校长 有大学系统的学术委员会 那么就加州大学来说 下面有十座分校 有十座分校 那么每一座分校呢 他有校长 那么每一座分校呢 他又具备相对独立的 治理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权力 那么同样的 在各个分校 他也会有一个学术氛围 这个因为我后面讲到 很多的关于学位的设置啊 关于学位的审批啊 等等都与学术分委员会 以及大学系统的委员会 有职业的关系 所以呢 我列出来呢 在我讲的过程中 我会用UCB 就是UC Berkeley分委员会 因为以Berkeley为例嘛 那么大家可以了解 他学术委员会 在整个学位拐理的 这么一个机制中 他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他背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另外呢 在加州大学 他也有一个系统校长办公室 有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办公室 那么这也是我工作的部门 我工作的部门 就在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他是宏观拐理 整个加州大学十所分校的 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校长办公室 和我们一般理解的 这个校长办公室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可以说是包括了 我们高校 高校所有的所有的行政机构 他有教务部门 Academic Affairs 那么他也有财务部 有这个用营部 还有等等的这个学船部 等等的这些机构呢 在校长办公室都有 所以呢 校长办公室呢 是我工作的这个 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办公室 有将近两期 两期工作人员 所以他是一个庞大的 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在教务部里面 我们一位校也就学术规划办公室 是在Academic Affairs 是在教务部 那么这个就是包括的 这个高校部门啊 都非常多 非常多 与教育Academic Affairs 相关的部门呢 都是在这个教务部门 那么在右上角呢 我也写了 就是校长办公室 他类似于中国的高中教育 政府管理机构 也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省来说 那么可能省上的高教局 或者是教育厅 高教管理部呢 所以他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是在类似于 不完全一致 因为他从他的整体的管理体制 以及他发挥的作用 等等和咱们国内的行政 就是政府部门的高中教育管理机构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又有相同的这么一个功能 因为校长办公室 校长或者说理事会的理事长 他是直接对州长负责的 因为加州大学 是说公立大学 他是直接对州长负责 那么我们教育厅的厅长 他是直接对省长 或者是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负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加州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他有与咱们省上的教育厅 有相似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下面我讲的过程中 大家会感觉到校长办公室 在学位管理中 他承担什么样的质责 各个分校 他又承担什么样的质责 那么这样呢 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加州大学 整体的在学位管理方面的 这么一个机制呢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第一部分 讲第一部分 那么我第一部分呢 主要是讲这个学位设置的申请 论证和省批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我把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分开了 因为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稍等一下 我看腾讯 刚才有一个 小信息 我回去 好 我们先讲一下 学士学位的设置 那么简单的时候呢 它分的七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设置 学士学位设置的提案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那么有这个系 或者是有项目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Academic Program 来提出来 那么当然是老师参与 那么这个提案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阐述 学位课程的体系 和学位课程的特征 以及与现在 学位的直接的关系 教室的配置情况 资金的来源情况 你的教育目标 那么这个提案里面 也特别强调了 你的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 学生学来了以后 都获得了你这个学位 学生能做什么 明确的 这个学习成果的这么一个 阐述 以及学习成果的评估的 这么一个程序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议会呢 我会提到 关于质量保障体系的时候 会提到学习成果评估 的相关内容 当然也要求提一个 学位项目分类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CIP代码 那么这个代码 是由设置提案提出的老师 与学校里面的外校 也就办公室来合作 选择一个 你最接近于 这个CIP 这个项目的这么一个代码 不像 我不知道咱们国内 可能是有 主要可能有部门来专门 分配这么一个代码 在美国呢 是由学校里面自己选择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报道学业 学业审核 也就是二级学业审核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想大家都可能会 能够想到 包括你的计划的来证性啊 学术方面的发展的情景啊 招生学生的这个情景啊 以及学生毕业以后 可能的这些就业的 这个取向啊等等 或者取势啊等等 都是学业需要审核的 第三步 就是课程体系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在所有的分校里面 他有一个专门审核课程的 这么一个学术委员会 那么在巴克里 就是UCB 学术委员会的课程委员会 那么他会审核你的这个学位 将来开设的课程 以及细从的课程 是不是在这个学位 教学过程中 它是有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同时他要求 每一门课程都必须提交 完整的教学计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设置学位 你提交提爱的时候 就要必须包裹 非常完整的教学 培养这个计划 那么第四呢 就行政机构论证和审核 那么这个地方 我特别把第一部位校 也就与学术规划部门 给他标混了 那么想说的呢 位校也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它会在论证方面 起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巴克里 位校也就与学术规划 它是同一个部门 那么现在咱们国内 规划部门也会担任 很多这一方面的分析工作 就说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呢 位校也就会从这个 学位啊等等 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 会提供很多很多的支持 那么行政机构的论证 它同时也包括经费啊 包括你的这个 参与认证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审核 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涉及到的部门非常多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认证部门的审批 那么从这个1994年开始 美国立邦政府呢 出台了一个法律 它叫高等教育重新授取法 叫Reauthorization 这么一个法律 就说你学校里面的重大的悲化 包括新设置专业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悲化 对你学校的办学任务 对你学校的办学目标 是不是有影响 那么这一项工作呢 是由认证部门来审核 看你增加了一个新专业 是不是对系统的专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学校整体的办学的经费啊 资源啊 教室的配置啊等等 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是也是从这个1994年 特别是2008年修订以后 那么对这个认证部门来说 又增加了一份全力 那么同时对学校来说呢 也是比较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第六个步骤呢 就是UC博克的学术委会 审核审批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 加州大学总系统 有一个学术委员会 那么在UC博克里 它有分委员会 那么它要审核审批 这么一个学位设置的一个提案 如果审批以后 那么它会提交主管 学术规划的副教务长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Academic Program 或者Academic Program Planning 那么好多学校呢 就是学术项目规划 副教务长 所以我再提示就 如果大家感兴趣 对美国的学位管理 那么你就 如果你找Degree Program Management 它是找不到的 你可以找Academic Program Planning 这一方面的信息会 每个学校都会有 那么终审 那么我的题目呢 就是UC博克里 它享有最终的决定权 就设置新的学士学位 它会有最终的决定权 那么报校长 就是分校的校长 他有最终的审批的这个权力 那么然后呢 对校也就与学术规划部门 或者学校的注册部门协商 确定最后的这个事实工作 那么同时呢 学校也会报加州大学校长白工室 就是我工作的白工室 那么我们白工室呢 实际上也是负责 这个新学位的设置 那么这是我下面要讲的 负责 而研究生学位的这个最终的审核工作的 就是在我们办公室 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名称是 学校也就与学术规划办公室 所以也属于在有一部分工作 也属于学位项目的管理工作 那么研究生学位的申请和论证 审批机制呢 实际上它是大学系统 就整个加州大学system 也就是说校长白工室 它享有最终的决定群 享有最终的决定群 那么前面的一二三次 这些基本上都相同 相同 第四呢 就是行政审核 在行政审核之前呢 要有研究生润 来负责论证和审核审批 那么刚才学士学位呢 我提到是由院校研究与学术规划部门 来负责这一系列的工作 那么对研究生学位来说 它是由研究生润来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么到学校审核批种以后 包括研究生润 包括这个研究生 就是学术委员会的研究生 研究生事务分委员会 审批以后 那么徐 奔向了报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就是我们 我的这个 我工作的这个 这个机构 那么学术规划副教育长 代表校长的审核提案 以及和UC博克里学术委员会呢 共同讨论 你这个提案可能存在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事 那么下面呢 就是在校长办公室 它的审核的这个步骤呢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第一 大家看到我在这个 两名都标了一红色的 就这两个机构呢 它是同步进行的 第一步骤 一个是学术委员会的 研究生事务协调委员会 审核学校报来的 所有的这一些资料 所有的资料 它会委派一位 这个成员来负责 这个项目 同时和校外 或者是大学系统的 专家来共同讨论 你的这个提案的可行性 以及这个学位 在当前整个这个高等教育 这个领域 它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和博克力 分委员会呢 有很多的交流 也会有很多的会议 那么同步进行的呢 教务长审核 那么我们办公室呢 也是在教务长办公室 所以我们办公室呢 我这也标了 月校也就与学术规划部门 就是我的办公室 那么代表教务长 来对所有的资料 进行这个审核 和相关的论证工作 那么我们审核 如果资料齐取 当然我们是没有权利 说通过与不通过 这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但我们可以从资料准备的 完整性的这个角度 来提出来补充资料啊 比如说或者缺少什么资料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办公室 专门负责这一项工作 那么如果学术委员会 也就生事务协调委员会 通过了 那么我们审核这个材料 也都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那么教务长也审批了 埋了以后呢 报这个校长 中审以及批复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两步都完成了 校长基本上就说是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 研究生学位的这个设置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我刚才开始也提到了 校长办公室呢 类似于咱们国内的 这个高中教育管理机构 所以在研究生 在学士学位的这个设置 审批认证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这个机构是 不会参与 但是在研究生学位 包括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设置呢 那么系统的校长办公室呢 参与度还是很深的 很深的 那么现在我在这一张PPT呢 展示的呢 就现在正在审核的 研究生的这个学位项目 就是我们办公室 正在审核的研究生的 这个学位项目 那么这个里面呢 包括大约应该有十多个项目吧 十多个项目 那么我红色框展示的呢 就是说是 其中呢 在这十多个项目中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最热门的 就是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 叫Data Sciences 那么这个是在非常热门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其中有四所大学 四所大学呢 它都 就是说是 提出来要建设 这么一个新的这个 这么一个学位项目 学位项目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新设置的 研究生的这个学位项目 它实际上 与劳动力市场 对人才的需求 它是有直接的关系 它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 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又会呢 我会马上 现在我会提到 就是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那么除了劳动力市场 那么我这个是写的是 第二项 学生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招生啊 包括毕业以后的 发展取失啊等等 那么当然项目的目标 学术价值 这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些项目 可能劳动力市场需求 它会比较少 但是它有这个 从文化啊 从等等 这个方面来说 它有很重要的价值 那么这就是要在 我们必须要在 设置提案里面 能够非常好的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那么第三个方面 是项目的发展前景 你的项目设置的前夜一新啊 还有未来发展的 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 取势啊 取向等等 那么这也很重要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教育经费的来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项影响因素 那么大家可能也知道 在美国 它有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那么私立大学呢 它的教育经费 那么我说的教育经费呢 它就是用来 用行你的这个学科的 教学方面的经费 它包括教学设施啊 设备啊 老师的工资啊 以及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么它都归类为这个 教学经费 以及学校校园的维护费用啊 那么它都是 包括图书馆啊 这个费用 它都是用于教学的 这个费用 所以那么私立大学呢 它是学校自己筹款 但是公立大学 它的来源呢 是由政府破款 比如说在加州大学 那么加州政府 给加州大学的教学经费的 拨款呢 债到了整个教学经费的 将近50% 学费占到40%左右 学校自筹呢 仅债到16%左右 所以我们在新学位的 设置的时候 那么州政府呢 它不一定给你提供 额外的经费 而州政府呢 州政府的拨款呢 是按照学校的入学人数 来确定的 你当设置了一个新的专业 州政府不一定能够 给你这个46%的 你的这个新的专业的 办学费用 那么这样呢 学校当然有的项目 比如说 整个加州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的项目 那么州政府也会增加 通过这个学校增加 入学人数 它的费用也会增加 但是很多情况下 它也可能 就是仍然按照 入学人数来拨付经费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你这个没有经费 来增加新的专业的话 难度是非常大 但是学校呢 可以有一个 备通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我在某个专业领域 我的入学人数呢 我给它减少 那么我增加一个新的项目 我会 把这个入学 就是新项目的学生的 这一块经费 我给它挪到 这个方面来 那么某个专业成立的 数据科学学院 数据科学专业呢 实际上它就是通过 这么一个方式来做的 它介绍其他学科领域的 招生人数 入学人数 来增加新的专业 那么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 学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进行筹措或者调节这个经费 当然学费啊 学校自筹的这些费用啊 那么这是学校有 特别是你要招生学生了 那么就有学费嘛 那么学校自筹呢 它可能也会通过 比如说可以管理费用啊 包括这个donation啊 什么这些啊 来增加这个教学方面的费用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课程体系与师资力量 这个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是影响新学位设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这也是在所有的整个新项目设置过程中 不管是学术委员会也好 还是教务部门也好 那么它审核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没有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 有没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有没有师资力量 秦明我也提到了包括你的这个所有课程的 这个教学计划 以及学生的学习 花费的时间啊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要求里面的非常详细的内容 那么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 我这个上面有一些理解可以看一看 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你上课 比如说一周上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 你的这个要学生要领埋的完成你的这个教学任务 学生在课外要花费多长时间来做你的作业 你布置的作业 你的考试标准是什么 怎么样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内容呢 在所有的这个提案里面 不管是学士的还是博士的 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学位 它都有非常详细的内容 但非常遗憾的是 我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美国高校学位项目质量保障机制 那么质量保障机制 这个其实大家在这方面 在过去咱们国内高中教育开始评价到 现在也有好多年的历史 我想在这一方面 大家也听到了 开到了 学到了 或者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也体会到了 它的保障机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美国的保障机制呢 可以说和咱们国内母亲实施的保障机制呢 大同小异 当然在有一些方面呢 它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做法 从整体的这个组织架构和整体的这么一个机制来说 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那么我这个地方列出来的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新课设计8号这一关 这个情理已经讲了很多了 第二个方面向课程要质量 那么这个我记得咱们国内提醒了 已经有很多学长 包括之前的高中教育学会的会长 曲正宇书记包括夏明大学的五大光教授等都多次抬到了 要向课程要质量 那么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要这个质量 这是一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 可能有不同的做法 那么我这个地方列出来了 Berkeley的它的一些做法 那么我这个都有礼节的 我完了以后会分享我这个PPT 那么感兴趣的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查开更加详细的资料 比如它的课程体系 比如说课程的研发项目 学校会拿出资金来研发这个专业领域的某营蒙课程 学校会提供资助 新课程的审批过程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新课程的 就你不管是系统的专业还是新设置的专业 你要开始用新的课程 这个审批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 那么这个网上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资料 教室的晋升的时候 你的课程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学生评教 还有同行评议 等等 这都是与课程教学质量有关的内容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教室教学技能的发展和提升 这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像课程要质量 学校可以提供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些辅助性的支持 但是最乖键的 最乖键的 你还是要提升教室的教学的能力 如果教室教学能力上不去 那么其他方面的支撑 估计很难 或者是 或者是评价 那么也很难达到 这么一个 像课程要质量的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学校呢 他有教学中心 有教学技能培训 有这个技术支持项目 有清理教室的教学导师项目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个提升教师教学技能的这些辅助性的 这些部门机构经费 所以他从想是从基础 做好这么一个foundation foundation这么一个基础 这样呢 你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才有可能像教师 像老师 像课程 要质量 要质量 所以学校在这一方面花费的经费 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四个 就是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参与机会 参与机会 那么我自己 我自己把这一项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参与 解读为高登教育质量 那还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抬问质量 抬得再多 我们没有能力 来丰富学生的学习机会 提供学生参与的机会 很难提升教学质量 那么这一系列的 我公平列出来 课程学习 小班教学 也一套课程 丁底一课程 科业项目 服务学习 课外活动 收获活动 波士生的教学 技能发展 等等等等 那么网上都有非常详细的 这个过程 以及学校的事实的一些方案 他怎么做的 感兴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那么第五个就是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 学习成果的评估 那么它包括课程层面的 包括专业层面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这么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 我们招生学生的时候 误取学生 我们给学生承诺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没有这个承诺 所以希望我们要问的是 有没有这个承诺 如果我们承诺了培养学生 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将来毕业了以后 能够代付起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这就是我们承诺的学习成果 承诺的学习成果 那么我们在学生来学校以后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助学生 实现这么一个学习成果 我们是怎么评估的 包括我们的课程的 教学的评估 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评估 那么这一系列的 就是聚焦于学生的这么一个评价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学生的就读经历 包括本课生啊 研究生啊 还有就业取向 职业发展等等 那么最后两项呢 就是外部质量保障评价 与内部质量保障评价 这是比较正式的 也是大学 至少在加州大学 必须每一个分校 每一所分校 每一个学位项目 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然第一项呢 大学专业认证 这是 当然虽然不是立邦政府 也不是州政府 也不是认证部门 要求你必须拆家的 但是如果你不拆家 如果你的大学和专业得不到这个认证 董门的认证 那么学生毕业以后 找工作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事情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为什么像哈佛大学 叶鲁大学 他虽然非常的好 但是他仍然需要拆家这个大学和专业的认证的原因之一 那么另外呢 不拆家认证 你的学生呢 就没有资格享受 如果你认证过不了 你所在的专业 你所在的大学的学生 就没有资格享受 立邦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大学和专业的认证也是必须的 那么内部质量保障评价 就是专业审核 或者是学位项目的审核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会儿我会更详细的讲到 那么这张PP就简单的展示了 就我们想了解他的认证和审核 这两个比较真实的 我刚才提到了 他的评价机制 那么了解他的一个发展历史 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我列出来 最主要的 他们这个12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第一项呢 就是1900年 美国成立了 美国大学协会 那么他从制定 大学的质量标准开始 而且最初制定的质量标准 是波士研究生的培养的质量标准 那么紧接着呢 他对这个本科教育 质量标准进行了制定 所以他的质量 保障机制的最初的 这个行为呢 它是与标准 质量标准与职业的关系 那么质量标准呢 可能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标准 它同时呢 也与你这个领域的行业标准 它有直接的这个关系 那么到20年一代 上个世界20年一代 出现了大学认证 所以IAU呢 实际上它是在20年一代 自己它也承担一部分本科专业的认证 那么在2020就是说20年一代 成立了大学认证以后 它退出了这个大学认证的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认证呢 就是说是大家也可能知道 它是一个标准导向性的这么一个认证 它对专业 对这个对学校 看你是不是具备了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败学的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 败学基本标准导向的一个认证 那么到了50年一代 50年一代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美国大学的规模在不断的拓展 不断的拓展 呆重的从大学层面进行认证 已经不能够买足学生和社会 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出现了专业认证 叫Program Accreditation 出现了专业认证 当然专业仍然是标准导向的 它有专业领域的标准 你授予某一个学位 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 它仍然是标准导向的 那么到时候 在标准导向的 好 给查过 好 马老师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的 陈老师 可以的是吧 大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看 对 那么到了70年代 大家也可能知道7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高中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吧 那么70年代美国进入了高中教育普及化的这个发展过程 普及化的发展 也就是70年代末期 70年代末期 那么至少在70年代末期 他完成了高中教育大众化的这么一个国度 所以大学规模不断的拓展 那么单纯通过外部的认证 很难保证学校的办学质量 所以学校内部 开始对这个专业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么一个深入的审核和评价 那么认证我刚才提到了 它是一种标准导向的 你达到这个标准 你受益的学位 社会就认可 但是它不是水平 偏价 那么70年代开始呢 开始的专业审核 它更多的是聚焦你这个专业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那么有一项工作在专业审核中呢 要求你这个专业 找到三个可以和你比较的这个专业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专业找个理性的这个专业呢 都找于它的质量是比它好的 或者在这个整个美国比较好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伯克利 他找的专业可能是斯坦福 也可能是哈佛 他不可能找到一个加州州立大学的一个专业来比较 他不为那样去做的 所以专业审核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水平评价 它是保证专业质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那么到了80年代 90年代 随着高通交易普及化的深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仅仅仅居限于专业或者大学成本的时候 已经不能买足这个高通交易质量改进 质量提升的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想知道你培养的每一位学生 他是不是达到了你说期望的这么一个学习成果 所以出现了增值和学习成果的评估 增值和学习成果的评估 那么到了90年代 当然实际上从80年末期就开始了 就我们的评价呢 不仅仅停留在了解你的学毕业的学生 是不是达到了 你说期望的学习成果 我们更多的是 希望评价来改进教学质量 那么要改进教学质量 我们不能等到学生毕业以后再去改进 我们希望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就能够对专业教学 对学校的提供的学习机会进行改进 也就是提升学生的这么一个就读经历的品质 那么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就读经历 学情调语或者学习投入 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一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 来为学生改进 改进学生的这个学习效果 所以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 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常态化的 这么一个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 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 其实咱们国内现在也都在做 很多内容都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那么这张PP呢 展示了一个 就是说美国高中教育 它的评价的发展背景 实际于高中教育的规模 背话是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大学转型 在19世纪末期 一直到上个世纪初期 完了以后呢 到大众化阶段 完了以后到普及化阶段 它与整个这个规模的发展 是相一致的 相一致的 因为实际关系呢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 我刚才提到了常态化评价 常态化评价 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这个分为 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个从评价乖的角度来说 它是标准导向型的 这个经验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我们需要 拜学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我们的质量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行业标准是什么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 这个要求是什么 它有这么一个质量标准 当然这个质量标准呢 我估计你到 网上也找不出非常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 它已经形成了 我直接在交流中提到 形成了一个 大家认可的这么一个标准 当然有一些内容 是网上有的 比如说IAU的 关于大学 办学的质量标准 还有认证机构的一些标准 还有这个专业审核的标准 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但是具体的不像咱们国内 你又多少个指标 一级指标是多少 二级指标是多少 那么这一方面的内容 其实是不多的 爱是不多的 所以我们有了标准 有了质量标准 行业质量标准 有了认证标准 有了专业认证的这些标准 有了专业什么的标准 那么完了以后我们看你 爱到这个标准的这个要求 我们看你学习 学习学习的学习成果是吧 课程层面 专业层面 爱你经历的就读经历的品质是吧 在学习完成或者实现 这么一个学习成果 学习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你的就读经历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是从评价官的角度 那么从质量官的 评价官的角度 它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 那么从质量官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 就我们的目的呢 是成果导向性 我们的目的不是不是按照你的质量标准 认证标准来办学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学生 丰富的教学和就读经历 来提升学生的品质 经历品质和学习成果 是吧 如果我们在最下面的两层 就读经历品质和学习成果 这两个方面 当然包括课程层面的专业层面 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 或者最大化的失线了 这样一个目标 你专业审核 专业认证 大学认证 你的质量标准 你不管怎么变化 你怎么来 我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质量乖的一个问题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刚刚教育质量评价 整个这个一般二十年的发展历史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质量评价的转型 有四个方面 从领域方面 它从质量标准 导向了像质量内骸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内骸是 我是借用了咱们国内的一个提法 当然我自己呢 对内骸是我提名 有我自己的定义 不一定和咱们国内人 这个定义是相同的 我在最初开始提到 内骸是把这些提供学生 丰富学生的就读经历 提升学生的就读经历品质 给学生创造良好的机会 我认为这就是质量内骸是发展最重要的元素 那么从评价内容上来说 我们从质量的输入 这个输入呢 它包括怀境 就我们大学学生所在的这个校园 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机会 到输入加输出结果成果 这么一个转型 从堆下来说 过去我们的评价 更多的比如说认证啊 比如说这个专业成果 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 聚焦于大学 或者聚焦于专业的教 和专业的这么一个行动 但现在我们评价呢 不仅要包括这些认证 对大学层立 对专业层立的这个进行评价 我们更多的是要聚焦于 对学生学的这么一个评价 所以这个对象的一个转型 那么第三个评价方法 过去可能我们看 你的毕业率是多少 你的就业率是多少 当然这仍然是很重要 那么现在的评价 我们要通过学生的参与 通过学生的学习过程 来进行评价 这样呢才能够 在学生毕业之前能够提供 通过我们的感境 来给学生提供 更好的学习机会 那么达到什么样的 知学校知学生 更重要的制造教育质量的 因与果 是吧 我们只能知道了因与果 我们才能够改进 这个教学质量 所以如果要用 要问我 帮助教育质量 评价的核心机制 那么我兼用 加州大学系统 为教务长 执行副校长 他所多次提到的 那加州大学评价 现有学术专业 或者专业 学位专业 就现在存在的 现有质量 问题和需求的 核心机制 是定期开展的 专业审核 专业审核 那么实际上 现在的专业审核 已经将 学习成果 就读经历 学清掉野 等等这些 以及学习机会 融入到 这样一个 整体的评价当中去了 当中去了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看实际 我可以再用几分钟 介绍一下第三部分 就是说是 实际上我刚才提到 它相当于 K-study 是个I-L 因为前面两部分 怎么去做 可能会涉及到 很多很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 很可能 作为一门课 一个学习 讲 不一定能够够 能够 够 所以这个 我这是一个I-L 就是导师负责的 波士生指导 及学术委员会 参与的质量 评定机制 那么这个在讲之前 我也想提一下 有这个 关键性的一些术语 那么你讲到 导师负责的 导师究竟什么意思 那么其实在 美国的高校里面 这个导师呢 他有很多的导师 像柏克林呢 他有 研究生导师 叫 Graduate Advisor 或者 Head Graduate Advisor 那么这个导师呢 他是由研究生 队长来扔命的 帮助学生呢 就顺利地 埋葬研究生 阶段的这个学习 那么更多的呢 是给学生 帮助学生 在你的各个方面 来提供 建议 咨询 那么这是 研究生导师 他由 教师导师 叫 Figold Advise 那么 Figold Advise 像个学术导师 那么 在 在 柏克林的 通常情况 学生在进入 研究生学习的 第一年 会有 临时导师 当然这个 主要是 对 硕士学位的 学生来说 对 波士 也就是 很多 他的第一年 他就有一个 永久性的 确定 因为 很多 波士学生 他会 做 研究 助理 帮助 做研究 助理 所以他会有一个 学术导师 如果没有 学术导师 一年以后 学校都会 你都会 确定 一位 这个 学术导师 那么这个 学术导师 可能在 BF 议会的 主席 确定 之前 给学生 提供 学术方面的 指导 那么 世界上 很多的 教师 导师 就 Figold Advise 最终 会 的 主席 那么 下面两个 一个是 资格考试 委员 主席 就是 波士 都要 有一个 综合的 一个 知识 一个 考试 那么 学校会 成立一个 叫 Qualifying Exam Committee 那么这个 Committee 必须 有一位 Faculty 老师来 代任 主席 负责 负责 波士生 资格考试 的事务 在一般 情况下 学生 波士生 的 Faculty Advisor 都不会 代任 这个 资格 考试 委员会的 主席 因为你 代任 资格 考试 委员会 的 主席 以后 你就 不能 代任 波士 论 委员会 的 主席 所以学生 为了 避免 这一方面 因为 Faculty Advisor 长期 指导 学生的 学术 进展 那么 更多的 倾向 学生来说 更多的 倾向 让 教师 导师 来代任 波士 也就 论 委会 的 主席 所以 在这一方面 就是说 波士 资格 考试 委会 的 主席 都是 有 其他的 老师 来 带上 那么 最后 一个 就是 波士 研究 论文 委员会 主席 那么 这就是 针对 波士 研究 论文 进展 来提供 指导 但是他会 负责 整个 波士 研究 委员会 的 工作 那么 下面 我解答 接下来的 波士 资格 考试 委员会 它的 成立 一般包括 四大五位 老师 组成 那么 必须有一位 是学术 委员会 的代表 他是代表 学术 委员会 来 参与 你这个 资格考试 的委员会 那么 一位 成立 是非专业的 老师 非专业老师 那么 在通常情况下 教师导师 我刚才提到 Facord Advisor 他是不能 担任 资格考试 委员会 的主席 大家 不同的专业 可能要求 不是太一样 在博克林 不同专业 要求 可能不 完全一样 那么 资格考试 委员会 主席 是不能 担任 同一个学生 毕业论 直到委员会 主席 但是 可以作为 成员 参加 资格考试 通过 要求 是要 必须在 进入 博士阶段的 学习后的 三年内 完成 当然 这个 不同的专业 可能 这个 也略有 差异 那么 资格考试 最多 允许 参加 两次 如果 第二次 失败以后 你就会 终止 博士 学位的 学习 那么 资格考试 维护的 质责 是评价 学生 是否掌握了 专业领域的 综合知识 以及 博士 论文的 开启 报告 那么 这个 开启 报告 和咱们 观点 预约的 开启 报告 略有 所 不同 下面 我会 讲到 说 各专业的 资格考试 不完全 一样 那么 对于 同一个 专业 也可能 会有 选择 比如 我举了 一个例子 博克里的 电子与 计算机 专业 电子与 计算机 专业 这是博克里 最好的 专业之一 那么 它就有 两项 学质 学质 它包括 两部分 一是 研究领域的 综合知识的 书面 报告 和 口图 汇报 第二 是在 通过了 口图 汇报 以后 一个 学期 之内 来 完成 毕业 论文 开提的 汇报 叫 Presentation 这个地方 它不是 Defense 但是 老师 仍然可以 提问 那么 学乡 B 是 一次性的 综合知识的 研究 报告 或者 口图 汇报 如果通过以后 那么 必须在 十学期 也就是 五年之内 五年 接受 之前 必须要通过 开提的 Defense 开提 打背 那么 这个和前面的 Presentation 是不一样的 你要学乡B 就是因为 你有更多的时间 那么 必须要做好 这一方面的 Defense 准备 当然 也有其他方面 也要求了 比如说 专业客通 GPA 等这些要求 那么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那么 这个 就是说是 如果前面 两项都过了以后 都过了以后 那么 进入 下游的工作 那么 除了我刚才说的 这些 要求以外 那么 世界资格考 十五云会的成立 以及 它的这个 整个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学乡A 它给了学生 一个学期 你口头 汇报完了以后 给一个学期 去准备 开提汇报 或者过了 学乡B 给了很多时间 去准备 开提的 Defense 所以在这个 所有的过程中 或者在这个 汇报之前 那么 学校是鼓励学生 与这个 考试委员会的 这些成立 进行深度的 沟通和交流 那么你可以 就是说是 咨询 你应该 阅读什么资料 什么准备 哪一方面的 这个 也就领域 这个 别论 那么这些 工作都可以 在一个非常 比较来说 成立的一个 过程中 来成立 沟通 那么刚才说了 在这个考试过了以后 资格考试过了以后 就进入 别论的撰写 那么别论的撰写呢 之前呢 必须要成立 博士研究 落盟委员会 叫Desertation Committee 那么 研究生导师呢 这个Advisor BraduateAdvisor 那么这个 他和FacultyAdvisor 是不一样的 他会帮助 这个研究生 来成立 落盟委员会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刚才说了 FacultyAdvisor 会带上 委员会主席 但必须是 UCB 学术委员会的教师 必须 是这个 UCB学术 当然这个 所有的正式的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他都是 UCB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都是成员 那么这个主席呢 必须有 这样的老师来 待任 那么 波士资格考试 委员会主席 是不能再待任 这个波士 论文委员会的主席 当然如果 波士论文委员会主席 是本专业的 UC Berkeley的 学术委员会的老师 那么波士资格考试 委员会的主席 他可以代用 Culture 离合主席 离合主席 那么这个 科米进来 是五位成员组成 至少一败成员呢 是学生所在 本专业的 UC Berkeley的 学术委员会的教师 那么这个委员会 至少要包括一位 代表 UCB学术委员会的 非专业的教师 就是必须有一位 代表这个 学术委员会 其他专业的 确保委员会 以公平 专业的方式 履行其质责 当然这位 也必须是 这个 这个学术委员会的 这个成员 成员 那么委员会成员呢 负责指导 和评价 波士赛的论文 这个 也就直到 来成 直到呢 最后 完成论文 通过这个 各方面的 这个工作为止 那么有限要求 通过资格考试以后 这个不能超过五年 如果五年以后 这个资格考试会失效 那么一般来说呢 会终止 你的这个 波士研究的工作 那么还要强调的 就是说是 你在这个 就是 波士研究论文委员会 通过了以后 你的这个 波士的证书 波士学位证的这个 还没有最终的完成 当然除了提交 你的波士论文以外 还有两项要求 一项要求 是 研究文的汇报 就是你必须在 你所在专业的 本科生 或者研究生的 三年 有一套课上 你呢 要汇报 你的波士论文的 研究成果 而且要求 所有 波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 都要参加 就除了学生以外 那么要求 波士委员会的成员 参加 看你在这个 三年纳上 里的汇报的情况 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另外一项要求呢 就是说是 教学要求 当然不是所有的专业了 那么波克里的 部分专业要求 波士生 在完成了论文 之后 获得波士学位 之起 当然你这项 教学要求呢 可以在你论文准备的过程中 去完成 你必须要 担任 研究生 教学助理 不是研究助理 必须要担任 研究生 教学助理 要完成一定量的 本科教学工作 或者是 或者是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那么因为 绝大多数的学生 毕业以后 从事教学工作嘛 必须要有 这一方面的 教学技能的 培养 培养过程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很 就是在 博克利也是一个 非常系统 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今天 范晓杰 是不是参加 我们的交流 那么去年 范晓杰 在博克利 做访问学者 那么他 专门就在 这一方面 就是关于 波士专业 他怎么样 培养 波士生的 这个教学 机能 方面 我们合作 写了一批文章 那么最近 也进入这个 最后的 这个 整理的阶段 内容也非常多 大家以后 可以有机会 和大家交流 那么 我们也 我们也不断 持续性地 开展一些 调查也就了解 那么你讲了那么多 究竟 波士生 自己的 感觉是什么 对你 波克利亚对 加州大学的 整体的这个 培养 究竟什么样子 我这个上 展示了一些 对波士生的 调查结果 对波士毕业生的 调查结果 那么这里 上面展示的是 一些技能 那么大家可以 开到上面的 这个条状图 展示的 就学生 认为这个 最差的 技能是什么 技能 就是也就 项目的 拽写的 这个技能 申请项目 撰写的技能 有40%的学生 他认为在这一方面 他的技能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这个调查 也就出台以后 加州大学 几所分校 包括UC 他们专门 设立了 一个波士生 也就项目 申请 写作教学的 一位 professor 那么我记得 我当时做了 这个报告以后 过了几年 我遇到 他们学校 也就生命的 一位老师 他说 如果你现在 再要做一个 调查 我们波士生的 这个 也就项目的 申请撰写 技能 可能会好 可能会 有大幅度的 提升 那么下面这个呢 展示了 波士毕业生的 一个调查 那么同样的结果 就是我们对 波士毕业生 在教育领域 在高等教育领域 工作的学生 进行调查 校友调查 结果也是一样的 就在这方面的 这个 技能是最差的 最差的 但学校也 一直在采取措施 来提升 这一方面的技能 那么另外一个 波士生 对专业和导师 指导的满意度 那么大家也可以 开到 并不是所有的 学生都满意 80% 甚至不到80% 学生满意 那么20%多的 学生不满意 那么波士毕业生 就要去下 那么咱们观念 最近几年 也不断地讨论 波士毕业生 去中学当老师 到其他机构 去工作 实际上加州大学 毕业的波士 也不都是 到这个高校工作 那么到高校 特别到 Research University 就研究型大学 工作的 不到35% 34.9% 那么到其他行业 到中小学 到政府部门 到这个 还是占了绝大多数 占了绝大多数 时间已经超了 我用最后一分钟 做一个总结 那么美国高校 新学位设置的申请 弄证和审批 等的管理机制 我认为呢 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这么一个机制 从提案 弄证 审批 执行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学术委员会 与行政机构的 通力合作机制 它是一个 就重复的反映了 加州大学 学术领导力 和行政领导力的 共治的这么一个模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保障 质量的保障机制 就质量标准 与质量水平 相结合的 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 内还是质量发展 包括教学质量 包括就读经理品质 与一平次改的质量保障机制 相结合的 这么一个质量保障机制 那么第三 导师负责的 博士生指导 以及学术委员会 参与的质量评定机制 那么这个 我这几个多次提到了 导师与委员会负责制 基于学生培养 和发展的指导机制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 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指导 学术质量规范制 那么学术委员会 因为所有的学术质量 这些标准啊 论文的标准 它都是由学术委员会 来制定的 那么学术委员会 参与到 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去 它对这个学生的质量 既起到一个 阶度的作用 阶侧的作用 它同样也是一个 评价的过程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 我说 加州大学的学位管理 和质量评价机制 我自己认为是 比较合理 买晒的 但在具体的进行过程中 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有70%多的博士生 在10年以内呢 才能获得 博士学位 15%的学生 对导师指导不满意 38%的也就是 自己认为呢 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 那么所有这些 结果呢 与整体的这个 学位的管理 以及评价 以及指导 它都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我就讲这么多 时间已经超了 十多钟中 我有公众号 也有微信 那么欢迎 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 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下面我接触共享 刘老师 好 程老师 我正准备加您 没信呢 那个 讲得非常好 感谢 程先生 把这个美国高校的 学位管理 以质量保证机制 非常浅显易懂 明晰的给大家讲的 非常清楚了 那么下面呢 是问问题的时间 刚才这个 咱们那个满园 是300 基本都顶到满园这了 所以 那个看看大家的问题 全一 你是不要问第一个 先看别的老师吧 我跟程老师 还可以再交流 可以再交流 好 其他老师和同学 看看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 举手 或者自己打开 这个话筒 我们没封闭话筒吧 或者发在聊天区 嗯 丁老师好 好 丁老师好 丁老师 丁老师好 丁老师好 你好 因为 你今天说的这个内容 我个人是比较感同身受 因为我 去年八月份 刚博士毕业于 Texas A&M 然后呢 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经验 然后呢 我是感觉呢 您今天说的 我有很大的共鸣 然后呢 我也发现了 我们德州 和你们加州的一些不同 比如说呢 你们是叫 那个 qualifying exam 然后呢 我们是叫 preliminary exam 这是 这是一个不同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 是我的呃 faculty advisor 就是从第一年开始 然后到后面的呃 preliminary exam 的那个chair 然后再到我的 dissertation chair 都是同一个人 我们学校没有 没有分分开说 呃 他干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 他就不能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就想请问您 今天呃 您所做的这个 所谓的呃 这个这个presentation的题目 是美国大学的这个学位 然后呢呃 您对各个州的这个区别 您怎么看待呢 然后就是您有没有兴趣 之后把这个各个州的区别 在不仅是做ucberkeley 或者是ucsystem 然后呢是呃 美国各个州或者是呃 哪怕是和中国比较这样的呃 比较研究 您有兴趣吗 或者说呃 您有什么心得呢 呃 我就这个问题 谢谢 呃 就是我第一年就有 五年以后毕业 还是他呃 呃 嗯 那么是不完全一样的 呃 这个是我是完全同意你刚才的说法 那么关于你的问题 是不是做一些相关的比较 包括私立大学 公立大学 他也不一样 包括伯克里 我刚才多次提到 各专业之间 他也不一样 哎 他也不一样 因为我只是以这个为例 哎 以这个为例 对于以后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这一方面的 也就如果你要感兴趣 呃 呃可以咱们可以共同的交流 还有王老师 刘老师 你们的学生要感兴趣 其实这方面的话 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呃 非常有意思 呃 其实我本来准备了很多 想分享我自己 接受这个波士 培养的一些经历 与伯克里不太一样的一些经历 但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以后可以分享 呃 就是 呃 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如果你要感兴趣 还有其他经历参加会议的老师 同学感兴趣 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呃 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呃 也在不断的了解 这个 这个说实在我通过做经历这个交流 我自己也学了很多 包括里的一些 呃 好的方面 呃 其实我说还是比较在成就是说是 呃 qualifying exam 呃 和这个 呃 不过是我们知道委会主席是分开 因为他这个是 因为主要他这个过程不一样 他这个过程不一样 所以他分开呢 可能有他的优势 呃 非常感谢你参加交流 呃 你可以加我微信 我们以后可以继续 探讨这一方面的话题 好的 谢谢你 谢谢陈老师 好 呃 谢谢陈老师 谢谢肖玉啊 肖玉是刚从美国回来 是我的呃 博士后啊 啊 那个好 徐志丹来 那个徐志丹 你你问你的问题吧 嗯 你自己打开话筒 好的 呃 谢谢 各位老师好 我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的 徐志丹 呃 主要是负责学位质量管理 方面的工作 正好今天呃 常老师的介绍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加州大学有没有类似于国内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机构 就是呃 前面讲了 可能进来吧 是吧 嗯 嗯 对 这个呢 就是说是他他和国内的这个不完全一样 但是他是有相关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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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它内部的一个专业审核 其实在这个专业审核中 它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到 对你这个专业的学位进行评定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过程中融入了很多 因为你这个专业你要数学位嘛 那你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所以它也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工作 当然我对国内学位评定 会期待承担的具体的什么任务 我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以后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再看一看在美国大学它相应的部门 究竟是不是做类似的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陈老师 谢谢陈老师 那我在进一步稍微占用两分钟时间 还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类似于比如说研究生 学位论文评审过了答辩过了之后 再对学位论文或者给予他学位 进行一个评价的这么一个机构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学位以后有没有后评价 这个没有 这个过程可能和咱们国内还是不太一样 国内的论文有盲省 有外省 这个是没有的 那么学位论文完了以后 说后续两年三年 我出查出品 这咱们国内现在做的比较多嘛 那么这个方面都没有 这个方面和国内还是不一样 那个肖老师肖玉老师 你们那里有没有你知道德州 因为我知道的是 基本上都没有这一方面的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先是写出来之后 给哲老师看 哲老师再让改 改了之后 再给其他的committee member看 然后看完了之后 他们都没什么问题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defense了 就是在committee chair里面内部看就行 对 就算你毕业以后 也不会有抽查 或者有评论文又会来 5%进行抽查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好像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也好像没听说过 应该没有 但是要上传到 那个database去的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 是的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 好 谢谢许志丹 谢谢常老师 看看我看那个 还有一位 黎清清 问的常老师问题 黎清清 你是老师还是学生 是要自己说吗 关于评估文化机制方面的问题 你要不说 那我来给你看 他问的一个 常老师 他在聊天区问了一下 他想请教你 美国在高等教育 质量文化管理机制方面的理念和实践里头 自上而下的这个外部约束机制 就是这种 和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的文化机制之间 怎么能够从质量文化的角度来提高质量评价 他说您好像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 我写过一个关于评价文化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文章 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是 因为美国我刚才提到了 它的整体的这个评价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么因为有这么长的这个历史基地 我觉得它从质量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么要文化 文化最终形成文化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达成共识 如果你达成共识的话 这个文化是很难很难形成的 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说是 也是美国质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重要的元素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的 一时半会也很难回答 其实我写的文章有些人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但是我觉得是质量评价 评估文化或者质量文化 它确实是高中教育提升败学效果 败学绩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个完了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交流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两期正好另一位 有我微信 微信的一位博士学生也问到我这个问题 我这两期也在思考 可能下一周呢 我和他可能也会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交流 刚才李老师一清清是吧 我看到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加入微信 到处我们可以愉快交流 好的 谢谢常老师 谢谢刘老师 因为刚刚这教室不好意思开办 然后谢谢常老师 我有您的微信 我在西方给您请教 谢谢 对 你先给您请教 好 我看看姚飞问了一个问题 姚飞你问吗 好的 谢谢刘老师 谢谢常老师 我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医院姚飞 负责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工作 我想问问的问题呢 就是说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我们通常有手底线和拔高线 那在手底线方面 想请教 加州大学对于那些 学业可能存在困难的学生 有没有一些什么帮扶的措施 比如说对面临分流的一些学生 他们有没有对他们有一些这种救济的手段 还有就是对拔高线 就是对于特别特别优秀的学生 咱们加州大学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 这种激励或者是鼓励的措施 谢谢常老师 对这个机制首先说是有的 那么其中我前面提到的导师负责制 以及不同的委员会 那么这些实际上它 它既对就是说是好的学生 或者中等的学生进行指导 那么同时它也会有针对性的 针对这个就是说可能遇到学业空来的博士 来有针对性的辅导 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 它的博士培养你看从这个研究生导师 从这个学术导师 从这个就整个这个实际上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帮扶的这些机会 或者是资源 那么如果学生可能在利用方面存在什么 就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加州大学10年内能够毕业的博士的债比只有70%左右 那么30%的最终是毕不禄业的 所以这些学生可能最终就流逝了 那么这种现象在美国 不管是博士硕士还是学士 这个存在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流失率还是很高的 还是很高 那么对特别优秀的这个学生 那么学校也会一定有很多的激励机制 比如说参加老师的研究项目 那么从自身的这个能力的培养的角度来说 这就是一种激励的措施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个人申请 可以申请一些研究项目等等这一系列 那么都可以说是激励的措施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比较灵活的这么一个学位的这个机制 所以学生呢 对好的学生他可以提起毕业 提起毕业 那么他可以获得博士后的岗位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直接找这个backout的这个职位 所以这一方面也是一种激励的机制 就不一定固定说你必须是五年毕业 还是四年毕业 那么他特别优秀的学生可能三年 四年他就三年就毕业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激励的措施 我觉得各方面的这个多多都有 从这个学习过程 从这个物质奖励 以及从这个就业机率等等方面是非常多的 具体如果你感兴趣 应该在网上都有找到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所以没有查看 你可以看一下网上的一些信息 谢谢陈老师 好 谢谢陈老师 那么看看我们再演几分钟 十一点十分 给你演十分钟 还有刘老师 没问题 好 我看吴倩问了问题 吴倩你简单问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问一下这个问题看看 陈先生您好 我是刘慧琴老师的博士后吴倩 之前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大学博士毕业 然后我现在跟着刘慧琴老师 在做几个国家的工程教育研究 然后有一点 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新发现 就是爱尔兰的高校 对于专业认证和专业审核 他们有一种相结合的一种趋势 我们组有TU Dublin的专家 是都柏林理工大学的专家 以及我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他们爱尔兰的工程教育研究 工程教育的专业认证和审核 他们有一种想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一种趋势 原因是因为对于学院来说 专业认证和专业审核 你简单的问题就是美国的 OK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美国目前高校的专业认证和审核 有没有一种相结合的一种趋势 因为对于学院来说 这两件事情它是有相关性的 但是又是两个过程 是不是对于学院来说有一点耗人力和财力 谢谢常先生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实际上是有这个趋势 当然专业审核可以说是更深入 更细致的一种评价过程 专业认证我刚才也讲到 它和专业审核的这么一个区别 那么专业认证专业审核 就是如果学校能够拔好关 那么它可能 基本上能够满足专业认证的这么一个要求 专业认证的要求 因为专业认证它是标准的 那么你可以拉入专业认证的 有关的一些元素 其实我觉得 其实因为这方面 我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但是我也知道 就是专业审核所提交的材料 所准备的材料 专业认证机构是接收的 还是认可的 所以是不是两者最终会成立一个 这么一个评价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根据现在的这个母亲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要回去同意你刚才说的 世界两个下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果持续性的分开进行 因为它每个也都是使你做一次 那么对学校来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压力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 而且现在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做了 我刚才说了 认证的审核的资料 认证它是机构是接收的 谢谢常先生 是因为像爱尔兰的话 它是专业认证是三年一次 然后专业审核是五年一次 它比美国的话 这个时长要短一些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过程要复杂一些 所以说他们可能这种需求更加迫切 所以说今天和您讨论这个问题 也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谢谢 好 谢谢参与 好 谢谢吴倩 谢谢常先生 我看聊天上面杨凤琪提了一个 关于博士毕业生30%入高校 还有一些进入中小学任教 那么这些的差异是否会导致科研产出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学术了 常先生您就不用回答了 是吧 您是不是一般不太这么研究 这是研究毕业的 您要是有研究您就回答 要没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就放过了 这个就是学生的兴趣 因为接受博士教育 也不是一定做研究 我们提高人口的基本素质 那么很简单的例子 可能30年以前高中毕业生 大家都吃香了 社会上也40年以前 20年以前说是学士毕业 那就是高水平 那20多年以前说是毕业 那么现在博士毕业 它是一个就是说是 门西制 这个他们的一个趋势 也不能说你一定要 它要有这个学术采除 但是我觉得提高 整个人口的基本素质 那么我觉得它是有好处的 谢谢陈先生 讲到这我也看到日本的 那个我也想起来 日本的它那个高教战略 说高等教育 社会高等教育 是他们的最今后五年的一个目标 所有的公民 年轻公民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那么我看看牛晶晶 我们还有两个 一个牛晶晶 还有一个帅春晶 晶晶你简单的问一下 好嘞 常老师好 我是刘老师 博士后牛晶晶 我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报告中提到 学习经历学情调查 那这个调查 它调查范围 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吗 那我们这个地下结果的 这个结果如何在我们的质量 保障过程中进行反馈呢 很好的问题 那么清华大学 清华教授的团队 在本科钓鱼方面 做了很多很多 我们是老师非常熟悉 很多年一些就认识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调查 可以说我们 大家本科调查 我们已经有20年的历史 我们的调查都非常买整 包括很多 我们有400个问题 它包括十多二十个纬度 包括学习投入啊 对学校教学的满意度啊 等等等等方面的 就我们能想到学生 学习方面的 生活方面的 社会活动参与方面的 基本上都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调查的问题 那么可能比诗老师的调查 问题的内容呢 会更快发一些 因为我们是就不经历 诗老师的调查是 学习投入 engagement 就不经历 他本身从赶紧接近上来说 他比engagement 会更加的快发 那么我们的研究生调查 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 就我所知道的 为研究生的 就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就读经历的教育 我们的调查 可能在全世界所有高校中 我们的调查也是最 最细化的 也是最完整的 就是我们跟这个本科调研呢 形成了两个 就是一个是叫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survey 也是graduate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那么当然后段呢 是我们最近几年开发的 就是我的团队开发的 前段呢 是很多年之前开发的 其他也是我来负责 这两个项目都是我负责 我们每两年收集一次数据 那么数据的应用呢 非常广泛 包括认证啊 包括这个 专业审核啊 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 都是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 那么在其他方面 包括预算啊 包括学校的新的项目的一些成立啊 还有包括教室的教学质量的评价啊 等等这些领域呢 都会应用我们的数据 我们在网站上有一部分 专门是展示了 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们给加州大学董事会 或者理事会 做的相关的一些报告 当然不是我们 不仅是我们办公室做的啦 就是其他包括学生出啊 包括研究生育啊 包括预算出啊 学生资助办等等等等这个办公室 他应用我们的调查结果 来向这个理事会来展示 学校存在的问题 或者学校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校需要增加经费的需求 学校需要增加 拼用更多的老师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个 这一些跟理事会讨论的议题里呢 都用到了我们通过这个 就读经理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 我们的网上会有非常详细的 每一个报告是什么 什么主题 怎么用这个调查数据 网上全部都有 应该有七十多个 七十多份报告吧 好 非常感谢张老师 好 谢谢金金 谢谢陈老师 那说起这个调查室 现在是非常有特色的 张老师也知道我们石敬樊老师 带了这个大学生的学生调查 十几年了 这个团队非常有特色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 石老师也带着当初的教育院的团队 给我们清华大学做了博生的专门的 博生的调查的论券 也持续了很多年 据我所知北大也做过调查 那么还有北理工 也做了一些全国的调查 都是目前也在做这事 但是研究生的调查 形成那种 像石敬樊老师带的团队和您这种 可能还是弱一点 下面就是帅春江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给您了 谢谢 陈老师很高兴很荣幸 您听您今天的讲座 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是陕西的一所高校 我也了解到就是 美国加州大学跟中南大学 它有一个中南合作项目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美国高校跟境外高校 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高校合作的时候 不管是项目合作还是机构合作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相关政策要求 比如说是境外的高校一些合作办学专业 一定要跟美国本土专业 比如说它的这个专业是工程专业 一定是IPAT的认证的 就是境外的这些合办专业 是不是也要跟本土专业 一定要通过IPAT认证 他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磋商 或者是办学 这个我就具体不是太清楚了 具体的一些合作项目 因为我也没有参与 也没有关注这方面的 这个活动和合作项目 但是我估计应该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 说必须是要经过美国的认证机构认证的 你现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和咱们国内的高校合作 是都好多年以前就有 那么当时咱们国内还没有参与 IPAT的这个认证呢 那么也是可以合作的 我自己没关注 你可以查一下 或者我要开到相关的要求 我可以和你交流 那么我是陕西出来的 所以你是陕西理工的 理工的小老师 可以多交流 好的 那么关于项目的合作呢 其实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就读经历调查 我们同时 刚才刘老师介绍的时候也提到 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高中教育 一周中兴的Jan Douglas合作 就逐渐激励了这个 也有限大学 就读经历调语的国际里门 那么这个也包括咱们国内的 南京大学 西安交大 湖南大学 还有现在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去年也收集数据了 还有同济大学等等 也有很多的合作 当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要求 就是在国内的大学 当时要求必须是985的高校 那么这些学校都是985高校 我们现在双一流 那么现在我们是有一些要求 因为要和美国的这个顶级的 或者是一流的 像伯克利亚这些要做比较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相对来说 国内的大学 它是在国内至少是属于 某一个层次上里的 所以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是985高校 那么后来其他一些大学 211大学 有好几所也跟我类似要加入 但是经过我们商量以后 还是没有通议吸收这个211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的要求 但有时候呢 具体我就其他的项目 我就不太清楚 你比如说伯克利和清华的合作 我想伯克利一定不会说 你清华是不是通过了什么认证 我想是不会的 因为清华现在已经 随时认可的好大学 对吧 他不会单重地说 看你有没有某一方面的 这么一个达到某一方面的一个要求 所以老师不知道 是回答你问题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刘老师 好 谢谢赛老师 谢谢常先生 常先生这个问题也说得非常好 公共教育我是清楚的 所以常先生答的是很清楚的 所以要跟某个学校 美国的某高校合作 他可能针对不同的学校 中国的学校 他会提出不同的要求 他基本就是要等至 实至等校 他才能够合作 所以赛老师 他可能就对你们提出了一个 能参加Abit认证 这不要紧 Abit认证 我们的中国的这个 理工科的学校 大部分质量还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通过 好吧 感谢 因为那个时间关系 我们就到这 我延迟了都快20分钟了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常先生 跟我们做的精彩报告 和很好的回答 好 感谢 非常感谢 李老师 感谢王老师 感谢今天参加交流的科技老师 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交流 常先生 我加您微信了 我预计 今年四五月份 会去一趟哈尔夫 做一个报告 有时间顺访 这个UC Berkeley 或去您的办公室看看 好的 欢迎 欢迎 欢迎李老师 好 非常感谢 常益 你不说两句感谢呢 感谢 感谢常老师 这精彩报告 今天我们观众真的是 特别多 而且坚持到现在 还有两百多 多位观众 意有未尽 特别想和您交流 我想这只是我们 就是交流和合作的一个开始 往后可能会有 更多的交流的一些机会 也希望 也期待着常老师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支持 谢谢李老师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 那谢谢常先生 那咱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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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见 或者中国见 好 期待 佑老师 好的 再见 拜拜